造业者本身都不存在 那也就没有业可言了 这是指在已经撤见了 轮回的 撤见了十项的情况之下 所以说叫做烧毁无名的盖章 我们应该晓得究竟的无名 就是自他而言对立的执着 而就像是密勒日巴尊者所说的 见到心性无二性 即为最殊胜之见 他有这么一个开示 就是最殊胜的见解 就是了解心的本性是无二 这个就完全焚尽了无名了 那如何能够了知呢 能够透过禅修自己去体会 没办法从文字的表面去了解 什么叫做无二性 什么叫做心的本性 我们是不可能用文字来抉择究竟实相的 而如果你能够透过禅修 真正的契入了无二性的话 无二的智慧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真正的教法明灯 这个就是佛陀在所说的一切法当中 最为究竟的教法 佛陀所说的一切法 无非就是要导向自尽其义 这一句话 也就是说要让众生体会到 众生本为佛的道理 当暂时的课程染污 也就是所谓的二元对立的 这个究竟无名 得到净化的时候 如同虚空一般的佛的自信 就展露出来了 我们要了解这一点 就应该要反复地去串习这个道理 就是心性如同虚空 心与虚空无有差别 这是一个层面 再再地跟大家提到了 心如虚空 心与虚空无别 我们应该反复去串习这个 并且反复地串习 由心而无别的心性本身 能够展现出无穷尽的报身功德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反复去串习的 所谓的教法明灯指的就是这个 当我们能够透过世俗菩提心的熏修 而成就对心性的了悟的时候 这个就是真正的 能够遣除黑暗的教法明灯 它就是自尽其义的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那个环节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菩提心的教法的话 我们的二元对立的心 将没有办法获得解决 那么我们的前程就是 从黑暗走向黑暗的 因此所谓的教法明灯指的就是 能够遣除黑暗 它指的就是拥有菩提心教法的那个时代 就像是我们说时代分为明节跟暗节 所谓的明节指的就是 有菩提心教法的时代 就叫做明节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教法的话 那么我们将无从去解决 最根本的无名 也就是二元对立 那个时候我们就称为暗节 这里所谓的教法明灯的这个灯 是从外在的光明来做诠释的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例子 用太阳光也好 用灯火的光也好 它指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它要反映的是 内在心性的光明 也就是提心空自信民空双运的那个本性 就是这些人的开心 像是有种这种的一切 是空自信民空双运的 我们总是在买来的 这些人会说 他们有个独立的 那些人会说 那些人会说 所以那些在南波上上有三出席的派人 但是就在南波上的,這個家人 就像南波一樣一切 北έλ南波的監友長,好像是 西南波那是,西南波 南北南遭下的三出席 就像我一位在鑽市里,我和你一位在鑽市里,我和你一位在鑽市里的小校, 我和你卻在鑽市里的大学,你和我一起吃, 我和你一起吃一口,我和你一位在鑽市里的一位, 如果是在这一艘的老师 也说了 如果我们有这一艘的俱乐器 这一艘的俱乐器 我们也说这艘的俱乐器 这一艘就离开 我们都给我们关注的俱乐器 都给我们关注的俱乐器 我们都给我们关注的俱乐器 和我们关注的俱乐器 那个在时候,他们会自然之间, 这是我没做过的。 但在这就,在我们的实现, 在我们的 everyday生活上, 不信此义,渔夫众恒常漂泊轮回河,悲怜难忍恶道夫。 什么叫做渔夫呢? 就是愚笨者,为什么称他们叫做愚笨者呢? 就是从无始以来至今,生生世世,由于不懂得思维业力因果的道理,不懂得狭满人生的珍贵的价值,所以造下了许多恶业,他们的缘分非常的低劣的这些众生,叫做渔夫或者是愚笨者。 有些人会喜欢谈佛教徒的身份,标榜自己是佛教徒,别人不是佛教徒。 实际上到底是不是佛教徒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够看待慈悲心,能不能够正视慈悲心跟菩提心的价值? 很多人会说这个世界上佛教徒的比例相对较少,实际上这也不是实情,为什么呢? 因为皈依佛法,皈依内道,它也分为了外、内、密的三种层次。 外的皈依指的是信寿三宝,受皈依界的人,称为受三皈依的外的佛教徒,外的内道徒。 内的内道徒是什么? 内心当中拥有慈心、悲心跟菩提心的修行者,叫做内在意义的佛教徒。 密的内道佛教徒是什么呢? 密密层次的佛教徒是指,心相续当中拥有成佛的潜能的,也就是拥有佛感性如来藏的。 那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如来藏是遍流到一些众生内心相续的,没有一个众生以外。 所以所有的众生,广义来说,都是密密层次的佛教徒。 差别只在于你跟那个心性、本性的距离、远近的差别,仅此而已。 所有的众生都是普遍具足内在意义的佛性。 透过这样子来认识所谓的皈依,认识所谓佛教徒这个身份的话, 那么我们对于一切众生都自然能够产生亲近观,自然能够产生慈悲心的。 所以要懂得,在还没有这个书正境界之前, 战事上应该要善加守护耶利因果,善加的去培养对众生的慈悲心。 要设法着手对于因果的信寿跟慈悲心的培养,这点是极其重要的。 否则的话,我们假使不懂得耶利因果,不懂得慈爱他人的道理, 那么我们就会随着六种烦恼而流转六道。 比方说,地狱是否存在?地狱当然存在,它是称心的展现。 我们看到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冲突非常多的地方,很多战乱的地方, 他们为什么会感受这些苦果? 就是因为内心的称心烦恼作祟。 同样的,令色心的自向展现,就是恶鬼道。 它就会导致众生感到恶鬼道的业的显现。 如果说,一个菩萨他心里面充满了菩提心,充满了慈悲心。 那他的境界就是另外一方面,慈悲心的自向,也就是清净的岔土。 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三二道,六道,或者是净土是否存在, 我们不需要去管它是否存在, 而需要晓得,如果具足如是因,必然会有如是果。 因果关系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呢,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事情是不可见的, 比方说地狱道不可见,清净岔土不可见, 所以就否定它的存在。 我们仍然是可以从它是新的状态的自向的展现来了解。 噢,净土是确实存在的,地狱也是确实存在的。 如果一个人缺乏对于叶利因果的充分理解跟信解的话, 就会产生很多的弊端。 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道理, 那最后就会长到过过的。 那些建议是这样的结果。 不足够的西方的设计 để了解释。 我们在你的 Mormor上都看到他的��头有一个女孩 我心里是呗吴呀 我們在我們的食物 如果我們有甚麼時間 我們在一起去也會做的 我們不必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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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必做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不必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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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人這個包含了,想要你 這裡的那個包含了 我們這個包含了這個包含了,這個包含了 這是我家裡面的包含有的包含有的包含有的包包的包含了 是 habe严股的肖像市民的大多数字 或一乘船 這個桃底線回來 所以這個桃底線回來 當中立馬上傳出後 這就是把桃底線回來 我們都是來自一輩的 桃底線回來 跟桃底線回來 在大桃底線回來 這就算了 那麽才是要到桃底線來 然後這個桃底線爛 他也會讓桃底線逆轉 而统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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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统那统 Ha ordn 统那统那统 17 那中国春国ど Rather 所以上星我們摸下去會找什麼的 reviewing上 sermon 你想賣手的話 noi Maxim就 worked 月觀 這但是 收聞的為何時候 他算是會 enforcement 因為他在大事情 這就是他們的股文 所謂 最後走了 拿回來 他们有一些人在这些人生活有和在一起 我们在这些人生活有些人生活有些东西 我们在那中央生活有的,就是要等的 我们在那些人生活有些东西 但是,我们在那些人生活有的东西 我们要治愿一下 我们治愿者生活有些人生活 有些人生活有的 这些人生活有些人生活 所以我一直把我交給你 來我走了 那我來是一個人的 那是個人的 我來講 因為我都喘了 我想說 我都是說 去到那些人川上去 期待这些州域里本田没在那里 hooks打我墙了 iones就可以wa 记者,革命再次后 Holdiren,okus Rock 神 都是要溢化的,那一兩個人是由於從其中一個能源, 做到的事情不少, 那麼以前是希望的、 那麼我們希望的事實實上, 那麼我們就是在北京四個的一個人, 香港的事實實有的形式也就要看到, 那麼我去接立的者群眾有甚至, 因為我都會以為, 就做着男人,被人家看到 悲怨,难忍,恶道苦,欲托苦,依善巧失 这些众生,他们现在非常的苦恼,因为非常愚昧,无知的缘故,所以在六道当中受苦 如果要远离这些痛苦,摆脱这些痛苦的话,就必须要依止善巧的 具足智慧的师长,应当依止善知识 在依止善知识的时候,就要像至尊六日霸尊者所说的开示一样 他说,重点并不是上师心相续当中是否拥有教法 续部的传承,口诀,或者是他有没有辩论的才华 这个并不是医师的重点,重点是上师觉